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即先前尼泊尔取消与中国合作,造价高达25亿美元,约新台币750亿的布达干达基水电战后,又传出巴基斯坦日前取消中国高达140亿美元,约新台币4200亿,用于建设迪阿末巴沙大坝Dormer Pasha Dam的资金资助。 据南华早报报道,巴基斯坦水利水电开发署主席穆桑米·巴棉颖Azamio Hossin日前宣布将拒绝中国对迪阿末巴沙大坝高达14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。 侯赛因本周四表示,中国提出的援助条件无法接受,且违背巴基斯坦的利益条件内容包括,要求巴基斯坦承诺建造另一座大坝。 中国拥有迪阿末巴沙大坝的所有权,运作为合护费用。 对此,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中心主任赵甘成指出,这种个别项目的取消不会影响整个一带一路未来的发展。 赵甘成并说,外界常认为中国不计代价推动一带一路,但考虑到其中所有计划都与经济密切相关,因此一带一路的所有项目都是基于经济互利原则进行。 阿末巴沙大坝的建设地点位于受巴基斯坦控制的Kashmir境内,其位置临近与印度有主权争议的边界。 此大坝建成后预计可输送约200亿度电。